娘子 你看这是何人 兄弟 快见过你嫂嫂 嫂嫂 请受武松一拜 这是潘金莲第一次见到武松 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小叔 愣在园里 半天说不出话来 他怎么也没料到 都是一个妈生的 配方会差距这么大 一个高大威猛 一个张头鼠目 心里布面有种 看着包子只能吃窝头的感觉 得知打虎英雄是大郎的同胞兄弟 一旁的王婆忍不住笑出了声 王婆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运哥连拖带拽地支走了 待众人离开后 兄弟二人终于有时间坐下来聊天了 今年那是痴痴地看着小叔子呀 目光一刻也不肯离开 自从见过武松以后 今年沉寂的欲望彻底被点燃 他坐在桶里不断地抚摸自己 就连洗澡的频率也明显增加了 这天他好不容易熬到饭点 盼着能早点见到武松 结果发现只有大郎回来 小叔子没有跟在身后 金莲一脸失落地望了眼窗外 刚回头就传来了武松的声音 嫂嫂 武松接过嫂嫂 武松一上来就是一个大礼 搞得金莲有些不知所措 武松这通彩虹屁 算是夸到了今年的心坎里 在杨谷县的这段时间里 他每天早起争吹饼搞卫生 大门不出是二门不卖 把家里打理的是有模有样 等到大郎下班回来 金莲还会给他洗脚做饭 他一直任劳任怨做的这么多 也没听到武大郎夸过他一句呀 没想到竟在小叔子这里 感受到了关怀和体贴 嫂嫂怎么了 就是你哥哥 你没说过像这样的话 为了跟武松更加亲近 金莲趁着准备饭菜的空隙 劝他从衙门搬回家住 但武松一个人住习惯了 担心打扰了凶嫂 不就是天生筷子吗 再把那片房给收拾一下就行了 平日里 叔叔要想吃些热虎汤水的 也都随心 叔叔要不肯搬来住 到脚街头邻居 笑我这个做嫂子的不容自家兄弟 叔叔若来了 我脸上也有些光彩 然而金莲苦口婆心的一顿劝说 也没能使小叔子松口 眼看算盘马上要落空了 金莲赶紧疯狂暗示武大郎 都是你哥哥不小事 自己的筋骨肉也不说请回家里来住 今年这算盘打的我在广东都听见了 可惜啊大郎愣是没看出 即使你嫂嫂说了 兄弟听话 明日将行李搬来就是了 大哥都发话了 武松也不便再拒绝 很快他就让手下的人将行李搬来 正式搬回家住 今年热情独到的关怀 让武松久违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他可可可自笑就没有了父母 多亏有这样一个温柔贤惠的嫂子 他们兄弟二人才能过上如今的幸福生活 听到武松这么说呀 金莲娇羞一笑 再累也值了 自从武松回家来住 金莲的日子也有盼头了 他每天精神抖擞干劲十足 把心思全放在武松身上 除了温酒添茶烧菜做饭 还主动为小叔子量体裁衣 只见潘金莲这千千玉手 游走在武松建硕的凶大机上 时不时还有意聊无道 我打老虎的时候都没有这么慌啊 武松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直到金莲转身离开 才长叹一声放松下来 后来金莲为武松端来了一碗爱心鸡蛋面 看到嫂子这么疼自己 武松心里很是感动啊 武松自享受苦 扫扫对我最好 金莲顿时喜上眉梢 期待中还夹杂着欢喜 当天晚上金莲不出意外的失眠了 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脑子里一直回味着白天和武松的点点滴滴 一旁的武大郎见他没睡 忍不住伸出了自己的恶魔之手 没想到你对我心情真好 金莲回头看着大郎的这口大白牙 哎呦喂兴致一下子跌到了谷底呀 随后便推开武大郎 转身到武松房间里转换心情 就记得我们屋里暖和 忘了叔叔屋里 每一块火星都给你的手 刚打开房门 武松那充满雄壮力量的阳刚之气 直接扑面而来 金莲看着眼前这健壮的胸膛 顿时呼吸起簇 血脉奔涨 贪婪的眼泪从嘴角流下 想不到古代女人也喜欢肌肉男 随后他小心翼翼地走到武松身边 一脸不甘地帮小叔子盖起了被子 谁知还没等他盖完 武松就抽刀而起 把金莲吓得不轻 武松看着散落一地的木炭 才知是嫂子来送火盆 第二天 今年起了个大早 在窗前美滋滋地化妆打扮 结果一不小心将嘴里的红纸 吐出了窗外 他赶紧探出身子向外张望 没想到慌忙间碰掉了撑窗的木叉 给了恰巧路过的西门庆当头一棒 这一砸不要紧啊 砸出了牛顿力学 砸出了命中注定 路家一时失手 打疼了官人 看着眼前这位娇艳的小娘子 西门庆庆幸自己嘴边的脏话 没有骂出来 不妨是 只恐娘子 闪了手啊 怪人羞怪 不是诚心的 诚心倒好 西门庆弯腰拾起插竿 眼神却始终盯着楼上的美娇娘 她潇洒地将木棍扔给金莲 好在金莲身手好啊 要不然大官人呢 又得挨一顿杂 王婆看到西门庆一脸痴汗样 顿时发现了商机 她连忙张罗西门庆大官人过来喝茶 金莲也害羞地赶紧关上门窗 随后西门庆恋恋不舍地来到了王婆的茶馆 大官人 那眼珠子要掉出来了 这不知是哪家的娘子 看起来生 她是阎罗大王的妹子 武道将军的女儿 这王婆的言外之意就是啊 金莲世朵致命玫瑰 谁碰谁没命啊 可西门庆作为阳谷县横着走的大财主 那玩的就是心跳 于是好奇地追问王婆 这妹子到底是谁家的媳妇啊 卖茶的王婆也是个人精啊 故意掉西门庆的胃口 西门庆是一会儿猜徐三 一会儿猜李二把县里的帅哥都猜了个遍 也没猜出这是大郎的媳妇啊 自古道啊 好汉无好妻 赖汉去仙女 这小娘子 偏偏是三寸丁枯树皮 五大郎的老婆 西门庆听完直接傻了眼 不由得为自己感到惋惜 这王婆看着西门庆生无可恋的样子 一时没忍住 发出了杠铃般的笑声 把大官人都给整尴尬了 傍晚 吴松下班回家 路过哥哥的汤味 想要接他一起回去 但大郎始终秉持着打工人的奋斗精神 坚持要加班 把吹饼卖完 咱又不缺这个小家 哥哥这是何苦啊 机事少成多嘛 吴松一点无奈 只好先行离去 临走时还暖心的为哥哥整理好衣领 此时呢 潘金莲正在屋里为武松做衣服 听到楼下有动静 赶紧打开门迎接 他为武松整理衣裳 端茶倒水 搞得好像他俩才是正儿八经的两口子 为了感谢嫂嫂这些天的照顾 武松下班途中还买了件礼物 这可是潘金莲第一次收到礼物啊 这种惊喜又怎么能不动心呢 还是叔叔会疼人 叔叔真有眼力 这料子正合我心 收下小叔子的布料后 金莲也迫不及待地交换了自己的信物 我给叔叔做好了 不知是否合身 叔叔试试 武松不解风情啊 拿起衣服就要回自己屋里市 青莲马上不乐意了 叔叔 这里有火 面的招粮就在这试吧 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你还要避奴家吗 这句话可是意味深长啊 可惜武松没有领会到 青莲是个行动派 你不主动 那我就直接上手 此时王婆突然送来外卖 门也不敲就直接冲了进来 武松像个怕羞的小媳妇似的 赶紧溜进了屋里 等金莲打发走王婆后 才再次回到堂屋 不过此刻她已经换好了新衣 少爪手艺真巧 你看还挺合体的 青莲没看到二郎的腱子肉 心里一阵落寞 也听不尽赞美 垂头丧气的上了楼 此日 青莲像往常一样 和武大郎早起做吹饼 两人闲聊期间 武大郎突然提出 要为弟弟寻一门亲事 青莲瞬间坐不住了 是叔叔托你的 兄弟这么大 在线上 好歹也是个人物 这孤零零的 我这做哥哥的 怎么能不管呢 青莲一听 武松马上就要去相亲了 赶紧率先出手 决定今晚就和二郎表白 青莲穿戴整齐 还特意洗了个热水澡 之后坐在炉虎旁 等待武松回来吃饭 恍惚间仿佛听到了敲门声 然而满心欢喜地打开 外面却空无一人 此刻落寞的青莲 是不是像极了屏幕前 等人回消息 疯狂看手机的你呢 倩武松迟迟不归 青莲只好端起酒杯 独自喝起了闷酒 酒入愁肠 化作了香丝泪雅 青莲一杯接着一杯 心中的欲望 就像盆中的火焰 轰轰烈烈 难以忍受 终于耳边 响起了小步声 青莲知道 是自己的心上人回来了 于是赶紧起身 打开房门 随后啊 青莲便示意二郎坐下 为他主动倒酒 不过武松希望 等哥哥回来 一起喝 开口闭口 就记着你哥哥 难道嫂子 就不能陪叔叔吗 青莲喝酒上头 越说越大胆 武松感到有些不对劲 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不过此时 青莲突然画风一转 只用了一句话 就打消了二郎的顾虑 再等一会儿 这些菜就都凉了 你哥哥回来 我再给他热 叔叔记挂着你哥哥 奴家就不记挂了 武松听到这话 立刻放松下来 举起酒杯 打算一饮而尽 没想到 再次遭到了 青莲的聊不 叔叔 就这样喝吗 扫插叫武松 怎样喝 叔叔 若是心中有这个嫂子 就与奴家 喝个交杯酒如何 武松紧皱着眉头 气得脸都抽筋了 然而青莲 却还沉浸在 自己的幻想中 以为他是碍于 面子不敢喝 叔叔心里想喝 却又不敢喝 叔叔心里怕的什么 叔叔老虎都不怕了 害怕奴家吗 嫂子修在戏眼 叔叔当真不知 奴家一片心 还是叔叔 从未见过女人 武松本来是 看在大哥的面子上 不愿意和嫂子翻脸 可青莲越说越离谱 直到奴家 不是你的嫂子 武松气不打 一处来 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武松不是那号 诸搞不如的东西 你修出口上人 奴家把你怎么了 新莲撩汉子不成 只好恼羞成怒的 调高音量 若是个新野的 能守着你的兄长 过日子 我敬爱叔叔 反倒落个不是 如今又来欺负奴家 老子 我回来了 见大狼回来 青莲赶紧抹去眼泪 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武松可怜巴巴的 站在角落 内心挣扎了许久 最终还是没有将 刚才的事情告诉哥哥 不过这家 也不能再住了 我想 搬回衙门住些日子 有士兵事后吃喝 就不牢骚了 青莲听到这话 赶紧劝起了武松 要是奴家事后不周 还请叔叔多多担待 叔叔心怀宽阔之人 拳头上立得人 胳膊上跑得马 还有什么事 弄得奴家 不过武松借口公务返马 还是坚决搬回单位 我注意力 说完便 头也不回地 转身而去 那么之后 他们又会发生 哪些事情呢 本期视频 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 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